很多人練臀部是為了穿比堅尼或短褲 我們現在進入秋季 其實我們穿長褲或牛仔褲 練臀部可以突顯到線條和比例 第一個動作叫做Romanian deadlift 這個動作我們需要兩條resistance band 這個動作我們訓練臀部和臀部 我們將兩條resistance band踩在地上 記住重心放在腳踩 捉緊肩膀縮低 然後將臀部慢慢推後 如果感受到肩膀縮起肩膀縮起肩膀縮起肩膀 就可以站在中間 我們確保我們的小腿 保持直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三組的12至15下 休息時間60至90秒 錯誤是重心 如果重心在腳尖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類似心樽的動作 並且我們不會用臀部 是用到四頭肌 所以要保持重心在腳跟 臀部便向後移動 小腿便盡量不動 便會感覺到臀部的位置 第二時間最常見到的錯誤 就是背部沒有鎖子 經常會這樣 而且背部都會彎曲 彎曲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Law Back 或Spine 把力度拉上來 對我的腰部也不太好 第二個動作就叫做Banded Glute Bridge 這個動作也是訓練我們的屁股和腰腿 我們首先把Band 把腰部拉上去 大約去到膝蓋對上 我們躺下 把屁股推上去 結尾點是在膝蓋90度的位置 而且我們要用腳踭去推力 把屁股拉上去 慢慢下來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3組的15下 休息時間60至90秒 我們錯誤會是這樣的 一推就用腳尖去推力 通常就是我們的腳太近 我們臀部才會用到腳尖 如果用到腳尖的話 我們對屁股的engagement就沒有那麼高 正確的腳方向就是 腳尖不要太近 有一點寬度 推到上來的時候要保持90度角 第二個錯誤就是 我們用肩膝蓋的肩膝蓋 用肩膝蓋或肩膝蓋去推力 這樣就會黏成這樣 如果我們用肩膝蓋去推力 上去的話 就會沒有用到屁股的阻力 而且腰部也會比較拚 正確姿勢 我們用肩膝蓋去推力 都是我們肩膝蓋低一點 鎖上肩膝蓋 用腳尖推臀部上去 我們第三個動作就叫做 Banded Glute Kickback 這個動作是連回屁股和肩膝蓋 我們把這個Band 放在腳底中間 然後就這樣 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膝蓋微微打開 保持我們的重心和四頭肌 之後就慢慢升起腳 保持九十度角 以及拿回屁股 這個動作我們保持九十度角 在我們架底這個位置 以及我們肩膝蓋這個位置 再加上我們膝蓋後面這個位置 開始位置在這裡 結尾位置我們把屁股部 把屁股部移植回屁股部 然後慢慢推上 慢慢下來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應該是想感覺到 我們的左邊屁股部的臀部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三組十下 休息時間六十至九十秒 我們第一個錯誤 就是可能Range會拿不夠 Range拿不夠 但即使我們的腳上升得不夠 我們屁股部的engagement也不夠 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一個輕一點的 Range拿去試一試 第二個錯誤 就是我們的膝蓋 拿不到九十度角 如果腳是沒有保持九十度角 我們的engagement 我們的屁股和臀部都不夠 我們要避免的東西 其實要把四頭肌和屁股部 去拿盡這個九十度的Range